我相信有很多的 有領這個鎮的朋友 你可能也會遇到那種沒鎮停這個位置 或者是你明明有鎮 但是你根本停不到位置的狀況 大大屋我是Anson 我是默默 歡迎來到陌生夫妻的頻道 那今天又是我們的 那我相信大家其實 如果在台灣有開車的習慣的話 你就知道其實 很多地方都會有什麼 孕婦優先停車位 對 就是孕婦兒童 對 孕婦要特別想想 孕婦兒童停車位 那那個是必須要有鎮 才可以停的 那 那現在因為默默懷孕了嘛 所以我們也想要去申請那個證 好 那我們今天就告訴大家 要如何去申請那個證 然後帶大家十句 十句 那另外呢 我們也會帶大家去到 像商場啊 或者是 看一些公有的停車場 有沒有 依照規定 都有這樣子的複佑停車位 然後究竟這複佑停車的這個證呢 它又有什麼功用 那現在我們已經人到了 我們家附近的行政中心 我們就準備上去看看 怎麼領證 Let's go 最近天氣開始轉涼 大家注意保暖 而且有時候是這種 大太陽 但是還是很冷 好吧 那我們往那邊去吧 我們家的台北市長柯阿貝 說 要帶寶寶去打 輪狀病毒疫苗 而且台北市有補貼 有 醫療補助 你看你第幾類 第一類第三類還是第二類 然後 都會有不同的補貼 好的 我發現真的是蠻快的 真的不到五分鐘 因為我們是選擇到行政中心 對 所以你就到行政中心裡面 健康服務中心 它就會有 來 你就跟他說你要領複佑停車證 那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一個就是複佑停車證啊 登登登登登 那這一個的使用期限是一年 對就是到你身為止 對 它給你一年的時間 所以它剛剛有問我大概 預長期是什麼時候 所以它這裡就有寫有效期限到五月三十一號 對 就是到你身 對然後你身了之後呢 你有寶寶手冊的時候 就在拿寶寶手冊來給大家 再來領 兒童 停車證 對 那又是不一樣的 顏色不一樣 富佑的是粉 粉紅色 然後兒童的是黃色的 對 黃色 黃藍色吧 黃色還藍色 不是很重要 比特派他們有 你們可以去看他那一張 因為他們既有Cody 又有新寶寶 對 所以他們雙管齊下 既有Cody又有新寶寶 對 他們既有Cody又有孕婦 對對對 他們雙管齊下 超屌的 可是你 其實你那個 幼兒的比較好 其實一樣的啦 幼兒的是直接可以 可以用到六歲 六歲 然後你孕婦它是一年而已 對 所以 其實兩張的效果卡是一樣的 效果是一模一樣的 很快就要換了呀 對 如果你是第一胎的話 就是 生了就要換 所以一年就要換了 對 如果你有大寶的話 你就用大寶的 對 然後 關於他的使用方式 我們等一下上車來跟大家分享 你看你看你看 這裡 孕婦優先車位 這個停車場不一定有25個停車位 可是 孕婦優先停車位 在那邊 這種 行政中心什麼 區公所什麼 應該是不用講了啦 一定是會有的 但是現在就是 我比較好奇 是以前民間企業 有沒有跟上這個制度 好的 那我們已經回到車上了 在這邊先跟各位講一下 對 這一張 它的功用 那這一張基本上呢 它只是有停車的優先權 就是你 如果它有劃分的話 你可以停 它跟 這一張 以前我們 家裡有的這一張是不一樣的 那很早之前呢 很早之前呢 我們家有辦這一張 對 這一張是不一樣的 這一張是 呃 家裡有那種很 呃 有老人啊 或者是殘障 那個是會有優惠 但是這個 孕婦的是沒有優惠 你只有優先的停車權 對 還有專屬的停車位 可以給你停 但是還有一個條件是 你帶這個 我覺得這個法案是有一點見仁見智 就是需要有一點良心去做這個 就是 如果你開這個車子呢 有即便你有這個牌 你沒有 載孕婦 你還是去停了那個位置的話 嗯 它可能可以罰六百到一千二 就罰還 那跟殘障 領殘障手冊的那個停車證 也是一樣的道理啊 是啊 可是就是 但是 這個就見仁見智嘛 你可以說你有在 你可以說你沒在 那如果真要罰起來的時候呢 其實 還是有依據的啊 因為現在到處也都有攝影機 你看我們斜對面 就一個攝影機 對 就是都是可以查證的了的 所以 呃 我覺得大家 嗯 大家 每個人家裡都有孕婦 你能領這個一定是家裡有孕婦 所以 呃 彼此體諒一下 好吧 那 那它的使用方式其實也沒有複雜啦 就是把它放在擋風玻璃前面 欸 這樣 就知道 嗯 這樣子如果你 停那個停車場 停那個停車位的時候 它就會知道說 哦 那你是 有特別需求 那接下來呢 我們即將出發去 成品 對 我們也想要知道像這種私人企業 它有沒有跟上 就是 政府這樣的規定 基本上呢 政府是規定 只要有 你的停車場 有超過25個位置 你就必須要設立 呃 孕婦跟 6歲以下 孩童專屬用的 這個停車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出發去成品 看看它有沒有 就是 這樣子的停車位 讓我們停 那有是一回事啦 停不停的 到底又是一回事 那停在上面的 到底是不是有這一張的 又是一回事 所以我們今天就直接 帶你們去查清楚 看清楚實際走走看 對 我們要變新聞追追追追 大便一大堆 Let's go 那一大便是蠻多的 最近好便秘 嘿嘿嘿嘿嘿 好的 那我們就用 就用 走的去找 就是 有沒有 停車位 有沒有孕婦停車位 有沒有看到 哇 在這邊 登登 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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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婦6歲以下 兒童停車位 對 然後他的那個 地板呢 會是粉紅色的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 實際抽查一下 我們要快點看 我們怕等一下 駕駛來了 被人家打快 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到底 總共只有三個車位 我們看看他到底 有沒有用那個牌子 讓我們不要拍到 人家的車牌 不是 有電話號碼 有電話號碼 有沒有 他是沒有放那個牌子的 是 就還是有人是沒有放牌子 但還是停這個停車位 好 然後另外一個 也是沒有那個牌子 他這裡其實寫的蠻清晰的 就是 停車位識別 因於 汽車前擋風玻璃明顯處 然後 當然啦 有時候你真的是有在小孩或孕婦 既然是你有這個需求 那你就應該要去 辦理這個東西 很簡單 也不到五分鐘 你就辦完了 你就把它放在裡面 放在擋風玻璃上 就 大家也清晰清楚 規定 大家按著規定走 但也許他有隱性需求 所以我不會 當機立亂說他不對 但是 如果可以申請 你為什麼不去申請 你看我們今天去申請不到五分鐘 就可以 解決的問題 我相信有很多的 有領這個症的朋友 你可能也會遇到那種 沒症停這個位置 或者是 你明明有症 但是你根本停不到位置的狀況 當然 如果有的話 你也可以在下面 跟我們分享你的經歷 好啦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並且把這支影片 分享給你在懷孕 以及 有小朋友的朋友 還沒申請那個症的朋友 另外你也可以在下面 分享一些 就是 你開車停車的一些 詭異經驗 好不好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還沒有看前面的影片 記得要去看我們 孕婦系列的相關影片 掰掰 好了 其實我們又回來 這個地方 然後 這台車 非常優秀 它有 放在它的擋風不離前 好 所以其實 還是有人遵守規則 還是有人不遵守 那 只能呼籲大家 多多配合 給大家一點點方便 自己 噢 雞雞音音的 齁 差點對人性太失望了 欸各位 現在嬰兒床 它竟然可以 就是睡 然後睡完以後 它長大就變成 書桌 大家看喔 這一張床 這麼大張對不對 可是呢 折起來以後只有這樣 它就是讓你可以 就是 帶出去 大概就是一個 帳篷而大小的感覺 差不多